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娘你好早哦 都把猪包好了 因为你三叔要喝的去上班 对 你先拿了个蒸锅 蒸锅里面放水 雪瑶 多一点水哈 锅拿远一点不要放旁边 放到那个洗菜池那里去 然后把蒸锅放上去 解开锅盖 第二格 对 有你们喜欢吃的包 你跟毛虫最喜欢吃这个奶黄包了 然后摆放那个盘里面放整齐 对了 然后看活 三娘今天告诉三叔我给他做早餐 那你三叔肯定开心坏了 三娘 你平时不是炒了什么菜子吗 就是那个青菜 青菜等一下我来炒 三娘 你的树很好看 我先去看一会儿树 等会儿再过来看活 好的 好的 你去啊 好笑 毛虫 嗯 这个书很好看吗 好看是好看 但是要费脑筋 要费脑筋啊 想这个答案 想这个答案是不是 这种书呢它是在游戏里面 它有很多很多让你闯关的 然后它是不是很搞笑 嗯 它通过一些它心里的注意力 你慢慢看吧 哎 毛虫 毛虫 三娘告诉你一个秘密 它的答案在后面 你每看完一个 你就去翻对应它的答案 看你想的跟答案是不是一样的 好不好 当然你可以想你的 好不好 嗯 三妈 你早点把这个书送给我看吧 现在给你都不迟 好 你做一做完了 你就有空去看一下哈 嗯 学雅 嗯 这本书呢 你看出名堂来了吗 嗯 它主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讲的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 嗯 通过这本书可以告诉你 人控制自己的情绪没那么难 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符合你这个年龄 光看的 因为如果是小孩子 他肯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嘛 是不是 嗯 然后但是你们是完全要控制的 特别是初中生 嗯 嗯 你继续看吧 嗯 挺棒的 两个人早就起来看书 六点多就起来看书了 熟了吗 熟了 切开盖子凉一下再端 然后把碗拿出来 那小碗 准备盛粥 哇 三姐姐你包的是什么粥啊 小米 番薯粥 看书 好 三叔 吃早餐 你的 荷药冒零响了 每天 净的时间 每天早上 八点 马上吃早餐 准备上班 我跟你说 你现在享福了 什么呀 何处此言 大侄女都给你做早餐了 不需要啊 对啊 他刚刚还在跟我说 等一下看看三叔吃一下我蒸的包子 真的假的 真的 早上你看六点多起来 我包粥 然后他俩就已经在那里看书了 哦 这么认真学习的吗 那是看到课外书啊 一个在看那个什么情绪管理 一个在看那个什么哈佛大学游戏 蓝衣自行 三叔我找啊 嗯 找找找找 谁搞的 你弄的 三点啊 还有 哦 马上干的什么呢 啊 马上有没有搞 没有 嗯 马上那你早上干的什么呢 我在看书 看了什么书啊 我看了哈佛大学游戏 你看懂吗 看的不是很懂 反正后面有答案 张伯妮也去看一下了 阿姨吃饭了 快起饭起饭 我们能不许啊 现在长大了 这个也会搞点简简单单的早餐了 啊 请问你对你今天所做的早餐 想发表一点是不是吗 三叔我很开心 第一次给你做早餐 我六点钟就起来了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不错 这个是 姐姐 我们的 大姐 大姐呢 要做大姐的榜样 就是啊 在弟弟面前 多做点事 让他看到我是姐姐 但是我姐姐做了事之后 你弟弟看到眼里 那弟弟是不是以后也要做啊 那那也是 你那个 细细妹妹的榜样 他以后要向你学习 那是非常不错的 今天那个 早餐是你给你三两两个 煮的 是吧 然后呢 这个馒头呢 我还是 一定要多起两个 我一般我不起馒头 我只起包子 而且是乳包子 哈哈哈哈 真的 我只起乳包子 因为这个地方喜欢起乳 我那种馒头没 我只做的 我不这么喜欢起 嘿嘿嘿嘿 好 开饭 起饭 嗯 谢谢 谢谢我们的 小美丽 嗯 很甜 里面这是什么玩的东西啊 来玩 嗯 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你看 你们娘是娘 同时为我做的早餐 是不是 谢谢 一起啦 应该的啦 哈哈哈哈 没有 嗯 这个好好吃 快改过 啊 这个好吃 一个一个 你自己也吃 哈哈哈 准备他们的里面 搞他们的 好 走 回家 哈哈 呵呵呵 爸 爸 妈 嗯 嗯 好嘞 嗯 他想要吃这个 他想要吃这个 谢谢你们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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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手上那边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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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针头啊 针头